我們常聽到的皮蛇其實就是帶狀泡疹 那病毒初次感染的時候是水痘咬腺 其實典型的帶狀泡疹是出現在單側的皮結 也就是半圈啦 但是病人會常常說 我們常聽到的皮蛇其實就是帶狀泡疹 它是一種由水痘帶狀泡疹病毒感染所造成的疾病 那病毒初次感染的時候是水痘表現 那之後病毒就會潛伏在人體的神經節裡面 等到你抵抗力比較不好的時候 它就會沿著神經這樣發出來到皮膚支配的區域 這個區域的話叫做皮結 也就是dermatone 那在這個地方它會發生神經痛跟水泡的情形 那因為這個dermatone的話 看起來在人體上面就是一個帶狀的樣子 所以就叫做帶狀泡疹 其實只要是皮結dermatone的位置 都有可能產生帶狀泡疹 那所以全身上下的皮膚跟黏膜 都有可能會發生帶狀泡疹 那典型的帶狀泡疹 會在身體的半側皮結上面 出現一些疼痛跟群聚型水泡的狀況 這時候就蠻好診斷的 那比較難的是說 在有些帶狀泡疹初期的時候 只有神經痛但是沒有任何的皮疹 或者是說只有出現一兩顆水泡 這時候就比較難診斷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特殊的檢查 可以幫助我們去診斷帶狀泡疹 那尤其是帶狀泡疹這個病的話 是早期治療效果才比較好 其實經由前面的觀念我們就知道 只要有得過水痘的人 都有可能得帶狀泡疹 那我有看過一些嬰兒就得帶狀泡疹的案例 不過這比較極端 大部分的話 帶狀泡疹容易發生在比較年長 尤其是50歲以上的人 但是現在年輕人常常睡不好 壓力大造成免疫力低下 所以現在年輕人發生帶狀泡疹 也是常見的 那另外的話一些 慢性疾病癌症 或是使用免疫抑制劑 造成免疫低下的狀況 都有可能讓他發生帶狀泡疹的機會增加 帶狀泡疹治療的三個原則 抗病毒 抗神經痛 還有傷口照護 那研究指出如果在發疹的72個小時之內 使用抗病毒藥的話 可以減少病毒的繁殖 可以縮短病程 然後讓後續的神經痛 不要那麼厲害 那麼嚴重 那健保以前的話 只有幾副在一些特殊部位 或是特殊狀況的帶狀泡疹 但是現在 不限部位都有幾副了 那另外的話 治療後就不會再復發嗎 大部分的人 一生只會得一次帶狀泡疹 但是還是有復發的機會 那復發率的話 大概是5%到6%左右 帶狀泡疹最常見的後遺症 其實是泡疹後神經痛 這是困擾很多人的一個問題 有時候甚至連你的水泡 都已經完全好了 這神經痛還是痛得很厲害 可能會持續數個月之久 那另外可能後遺症就是傷口 有可能會有後血細菌感染 或者是瘤疤痕等等的問題 所以傷口照護是非常重要的 那還有一些比較嚴重 但是罕見的後遺症 就是長在特殊部位的帶狀泡疹 像是例如說 長在三叉神經的眼睛 就有可能會影響到眼睛的視力等等的 那長在耳朵位置的帶狀泡疹 就要小心的叫做 Renseihan syndrome 它有可能會造成臉部的半側面灘 或者是影響到耳朵的聽力 或是平衡覺等等的 那另外的話 長在生殖器的帶狀泡疹 可能也要小心就是影響到健身經從 造成後續的大小變濕境 那如果有這些特殊部位 發生帶狀泡疹 臨床醫師應該要提高警覺 早期幫病人安排檢查跟治療 其實民俗療法會盛行 是因為帶狀泡疹 大部分的人其實是可以自癒的 那另外吐草藥、念咒語 其實有一個安慰劑的效果 所以對某些病人來說 其實可能真的有一點幫助 但是我們比較常見的狀況是說 你塗草料在帶狀泡疹的位置 反而造成接觸性皮膚炎 那造成皮膚的潰爛跟紅腫 可能比原本的帶狀泡疹更嚴重 所以我們一般是不建議 病人去做這樣的嘗試 這問題的話我也常被病人問 其實典型的帶狀泡疹 是出現在單側的皮結 也就是半圈啦 但是病人會常常說 那醫生如果我長一圈是不是會死掉 您床上我還沒有看過真的長一圈的 但是我想會有這樣的說法 是因為有一些免疫力真的很差的病人 在原本的半圈之外 可能會有一些散佈性水泡的發生 那這些散佈性水泡 如果達一定數量以上的話 就是散佈性帶狀泡疹 那代表你的帶狀泡疹真的發的很嚴重 那這些病人可能本身的身體狀況就不太好 所以後續的死亡率比較高 但是不一定是因為帶狀泡疹的關係 皮蛇的話它是病毒造成的後天性疾病 所以它是不會遺傳的 但是有可能透過水泡液傳染出去 但是真的會被感染到的人呢 只有那些沒有長過水痘 或是沒有打過水痘疫苗的人 而且被感染到的話 也是發出的是水痘 不是帶狀泡疹 那政府的話在2004年之後 水痘疫苗就全面施打了 而在2004年以前出生的人呢 其實90%以上也都得過水痘了 所以真的需要擔心被感染的呢 只有那些一歲以前 還沒有打完水痘疫苗的新生兒 還有真的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得過水痘的人 才需要擔心被感染 其實對一般健康的年輕人來說 避免熬夜、減少壓力、均衡飲食 就是抵抗帶狀泡疹的不二法門 簡單來說就是讓你的免疫力恢復它 應該有的樣子 就可以幫助你抵抗帶狀泡疹 但是如果大於50歲以上的人呢 可以考慮施打自費的帶狀泡疹疫苗 來增加你的抵抗力 但是說常常遇到一些病人 他就是剛得完帶狀泡疹 因為他很害怕嘛 他就跑來說 我現在就想要打帶狀泡疹疫苗 這邊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告訴大家 其實你剛得完帶狀泡疹的時候 人體會製造一陣子的抗體 這時候你的抵抗力是正強的 所以短期內並不需要急著 去施打帶狀泡疹疫苗 那我之前還有另外一個病人 他來看我的話 我就問他說 欸你是哪裡有問題 然後他就小心翼翼的 就是打開衣服 就露出那個帶狀泡疹的位置 那知道有些病人就是很神秘嘛 他就覺得說 欸我給你看一個代表性的就可以了 但是這時候呢 我就發現說 欸他臉上也有一些水泡 我就趕快叫他就是把衣服都打開給我看 就發現他其實是散步型的帶狀泡疹 那其實散步型帶狀泡疹的 嚴重程度跟治療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臨床醫師喔 應該要十分的小心謹慎喔 才能及早幫病人 早期發現危險 早期解除危機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必開啟小鈴鐺喔